我愛你 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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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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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已久 重磅計畫 智卡 我們今天來到這個 好習慣運動教室 為什麼我們要來這邊 因為泰山已經變成泡芙人 我要來跟泰山利用 三個月的時間 三個月夠了 你的往下的空間還很大 我往下的空間蠻有限的 所以我覺得你不要氣餒 你會勝利的 大家一定想說媽的你們來拍攝這個乾爹 不是喔 我跟你講這個老闆我認識他很多年 後來他來跟我們賣給我們一台車 又買了兩台車 啊賣兩台 買兩台 沒有漏氣的賣一台買兩台 那真的是客人 對 所以我們今天呢 剛剛好利用這個一頁結合 然後做一下推廣 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歡運動 可是我的運動到了瓶頸 所以來這邊看可不可以突破瓶頸 走我們進去找一下我們的老客戶 Go Yeah 嗨小師兄 這個是我們的好客戶老闆 先讓你介紹一下就是我們好習慣運動教室 因為現在這個連鎖的健身房那麼多 你覺得你想要做出什麼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 我覺得跟小師哥很像 你要繼續被人家洗我也是不反對 因為跟那種大型車商一樣 他花這麼多東西在裝潢 他有這麼多行銷人員 業務人員 接待人員 一定要把你洗三層才可以 可是大家都要賺錢 對大家都要賺錢 那我們這邊是說如果小資族 有想要改變一下自己的人生跟生活 但是卻又不想花那麼多錢 我可以用這樣講嗎 還是說其實我們也沒有多便宜 只要花錢 看目的 就是如果你的那個 只要跳團體課程的話 當然我們是比較OK 因為你連鎖的 你以為你繳費費很便宜 但是很長後面你就不會再去了 所以每個月看到帳單好像無感 所以每個月一千多塊也是錢 那我們這裡就是沒有期限 那我們有做銀行信託就是 你給我錢 我錢要放在銀行不能動 你上完課我才能拿 對 真的是很少數有這樣的企業在做這件事情 不錯 而且聽說他也常常會到一些公司行號 學校 你說你剛剛去穿這樣是怎樣 我今天是 我剛剛以為進來是來到牛郎店還是什麼 真的是很專業 聽說你們有這種倒數的教練 我是會想到有一些太太老公去上班 有沒有 他在家裡閒閒的想要運動 那來這邊很像挑公關的概念 你知道嗎 我要這個教練 好不好 我要這個教練 以後你就來我家教我 一對一名師輕壽 我跟你講以前報紙 小廣告都有 還有女師輕壽 我看的是男師 你看 完了這次剛好符合泰山的需求 我們這邊放眼望去都是男師 應該給我阿百個女師才對阿 怎麼會這樣咧 我們算是唯一一個團隊在派教練到家裡到企業去教科 我當初供出健身房也是為了員工的健康 結果都你在 沒有人要用 誰敢去 為什麼不能去 去還加薪 我跟你講 所以在小日系的上班你想要游黑掌紅 你就要多去健身 好啦那我們接下來從哪一步開始 先換衣服對不對 先換衣服 先變身 變身以後再開始下一步 好 Go 怎麼沒誠意 欸看 我們好歹也是跟館長做過直播的男人 不穿一下怎麼行 那我們現在這個殘酷的機器 來 這我以前量過我很久沒量了 這有體脂量骨骼肌 體脂肪 腰臀微筆 我跟你講 這個泰山最漂亮就是這個了 脫鞋嗎 脫鞋脫 阿內褲也要脫 我不用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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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媽要找我以前的H大 四年就可以把一個人摧殘到這種地步 媽的人家都說來小私汽車他才變這樣 我不是他在上班的時候就已經這樣 我要澄清 你是不是來之前就是這樣 你是大害的 你是變成這樣才來的對不對 喔我知道了 因為他放棄人生 所以他選擇小私汽車上班 哈哈哈哈 分析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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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這個是 小私 體重91.9 哇有點胖 肌肉的重量39.7公斤 對 體脂肪育24.3 健身的評分是80分 來看泰山 泰山體重比較重 重快10公斤 對 100.6 肌肉的重量12.8 哇肌肉比我還多耶 喔胖子本來肌肉就會比較多 他剛剛直接講你胖子 哈哈哈哈 他一點都沒有保留他 體脂率25% 健身評分一樣是80分 健身評分是什麼分 他會綜合就是肌肉脂肪 然後跟你的代謝率 對 基礎代謝就是你躺在床上24小時 身體還是會消耗這麼多卡路 1999 他小私 通常是1873 一控制腹食 對小私 要扣掉10公斤的脂肪 才健康 才算是一個比較標準的身形 泰山是要扣11公斤 平常多了兩公斤而已耶 不難啊 他其實這邊我看到還有一個 特別部位肌肉量的脂肪量 對 就分成身體 上半身 對 左邊右邊 下半身 右側的 左側的 肌肉量 還有曲幹的肌肉量 對 那底下這個圖就是脂肪 然後我們來看小私哥 對 那工廠左右兩邊 對 所以我這邊是右嗎 對 這裡是右 喔我想說我左的一個比右的 如果以脂肪來看的話 左側的脂肪 比較高 他有這樣分的喔 但下半身兩邊的脂肪是差不多 嗯 經由這個表格之後 對 給我們什麼期許跟目標 那在訓練上就有三種東西非常重要 跟你的體能有關係的 對 那這三種東西都會讓你的循環變好 那自然你就不容易胖 那到底是哪三種東西 會促進循環的一定是知道心肺 你的心臟 肺臟 跟全身的血液循環 所以如果你的心臟比較強 你打出去的血就比較多 所以你的心臟可能就不用跳這麼多下 你也可以活著 那再來一個大家一定知道的就是肌肉 肌肉一定會影響代謝 因為肌肉要儲存在我們的身體 它很消耗卡路里 所以你肌肉量越多的人越不容易胖 那大家都會遺忘的就是柔軟度 都會覺得我從小到現在就這麼硬啊 這個已經沒救了 對 可是已經被證實就是 雖然是肌肉的柔軟度 但其實裡面有很多的筋膜啊 微血管啊 軟組織 都會影響到你的血管彈性 會影響到你的循環 那像我有一個同學 他說他自己可以舔到自己雞雞 所以他應該就是代謝非常好 不是嗎 很柔軟他排球隊 他說他可以舔到自己雞雞 不想回答這個問題 但是我為什麼這一次會來這個企劃 你知道嗎 我發現其實到最後 我現在不是習慣的問題 我覺得我應該是有一些錯誤的飲食觀念 或者是運動的觀念是錯誤的 我現在我的運動 不是單純要讓自己更健康而已 我想要讓我的體態有改變 但是我有這樣的習慣 體態都沒有改變 所以我就會檢討說是不是哪邊有問題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有專業的營養師啊 或者是教練來諮詢 我覺得是很重要 你看 很看嗎 那這次我們三個月的企劃 你要現在幫我安排嗎 還是待會我們還要做一些測試完 待會要先了解兩位的身體的體能狀況 好那走 處理 哇你看這胸肌 跳兩下我看一下 幹你不能手動啊 對不能手動要胸動好不好 好啦這個來介紹一下 這是我們的 這我們的橄欖球國手 秉虹教練 那今天我們要做什麼測試呢 就由秉虹教練來帶兩位囉 我們在簡單的檢測前 我們都會先依照我們身體活動範圍去做檢測 然後再來進行體能的訓練 然後簡單輸入完後 我們就會開始測量 主要會以三個大方向 我們會針對腳踝 還有髖關節 以及我們肩膀的活動度去做檢測 它那個是APT連棒子 對 然後也有它棒子一般嗎 不是 你的棒子有帶出來 那你被帶出來 我沒有 那首先我們會請老師的腳往上抬 接著我們會向後腳往後勾 等一下會告訴你正確值跟你的表的活動度的範圍 再來一次 好勾到底了嗎 OK腳踝部分我們先測量完畢了 好再來我們會測量我們腿後以及髖關節的後輪距 先幫我把腳伸直抬高 對沒錯 但膝蓋要伸直喔注意 那腳幫我往後勾 讓腳底朝向天花板 Hold住 手可以換平 手不用扶的 好接著我們就是膝蓋伸直 好換腳 好接著再來就是我們肩膀的活動度 那我們會先做一個減平舉的動作 好接著你將你的手往頭頂後面舉平 到你覺得卡住為止 維持住 接著換邊 因為其實在做活動度的檢測是為了 讓學生在做運動時更了解他的活動範圍是在哪裡 如果有受限的過程的話 硬要他去做到最深的角度的話容易造成受傷 然後接著往後舉 看起來是右邊比較緊繃 好 那數據算綠針的部分就代表是非常OK的角度 嗯 那腳踝的活動度的話其實是有在範圍內 但是兩邊的平均差會有差 喔一個二一一個十九一 對沒錯 再來就是我們的大腿活動 嗯 那就是代表小師哥看看 在做抬腳的時候 是不是覺得 欸我後側超級緊 對啊 你看全部都亮紅燈 對啊 對所以我們會了解到他在做深蹲 或是做一些腿後的動作的時候 要必須注意他的多軟度 那再來就是肩膀的活動度 那肩膀的活動度的話就是非常OK 算在正常範圍 那基本上就 這三個部分就可以測量完畢 了解到學生的身體環境 那這個幫我解讀一下 再來換換換三隻 對 換你了啦 不要再撐了 家屬打理 幹什麼 沾養一龍 那如果工作有長久做的問題嗎 有 等一下他久做不是因為工作啊 媽的他只要是能做絕不會站著 也算也算 那你只要久做就沒事 那你還能躺絕對不會拔進去 像我現在就不想躺進去 好 我們一樣會從腳踝的活動度開始做測量 測量完畢 看一下泰山的素質 那我們的腳踝的活動度其實是左右差是蠻大的 那再來就是你的腿後 腿後肌群相對於就是兩隻腳都一樣蠻緊張的 來慢慢的向前伸展 我們不會做壓盡量讓你的手指碰到地板 離開 好嗎 好我們目標就移到 2 OK休息 好 呼吸吐氣 幹超 你就很軟 10倍喔有可能 對啊 來吐氣試著吐氣 對 國安常常看短在沙發上是有用的 那我們接下來會先做一下 三分鐘的登階庭的測驗 好 1 OK休息 可以坐下了 我們要馬上測量你的食指 514是不是 51.4 51的話會是落在 燒叉 燒叉的部分 所以說在有氧的部分就真的需要加強 好 換泰山 你也有男生 3分鐘 欸不要跌倒喔 公 小米 我快進去 1 為什麼我看別人做很快 坐著坐著休息 SIN 但是很像坐著很像那個公園的老公 然後坐在那邊 不知道在等什麼 等什麼 你講的我跟你講 沒想到你都是這樣看待公園的 那些阿公喔 因為我知道我中文 好 OK 50 那一樣就是50 50的話就是 一樣 燒叉 1分鐘 3 2 1 GO 40 OK休息 好 1分鐘準備 3 2 1 GO 最後一個 來來來 3 2 OK OK 接下來 第二個我們下肢的體能 對 那我們一樣 我們會做分腿蹲 我們會先以高貴姿為主 好 膝蓋腳尖堆起前面 好 吸氣你就可以往上站起來 膝蓋不用伸直 聽點軟墊就可以回正 這樣會比較舒服 好來 3 2 1 來 GO OK 休息 好 好 小師哥45下 非常厲害 超硬我騙你 都沒有力 都沒有力 那就選擇你灌用腳就好了 來3 7 休息 今天會覺得你的人身上有意義 好 應該是你這幾年來 過得最充實 非常充實 精神 那最後我們再來是做 全部的一分鐘 OK吧 練習核心的肌力 好 準備 一分鐘準備 3 2 1 GO 1 OK 2 3 5 休息 OK 好 放鬆一下 伸展一下 好 好 我覺得他挫散 挫散的問題 準備 3 2 1 GO 29 休息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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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分鐘 好 那我們的體式能檢測就到這邊 結束 有沒有什麼感想 我們應該先切解喔 先放棄的要賠50萬之類的 好 那你會不會簽完以後就丟50萬出來就走 不會 你覺得這個泰山的身材是怎麼樣的 其實你們兩個差不多啊 但你的內臟脂肪很明顯就比較多 對 比較多人要再勃緊 然後內臟脂肪很容易受到荷爾蒙影響 就是睡覺問題 你睡覺時間少 或睡覺時間不對 你很難受肚 然後如果以剛才檢測你們兩個 柔亂度都不行 心肺耶 但是肌力是OK 然後躯肝的肌肉很重要 你的躯肝沒有力量 你做任何訓練都容易受傷 所以前期你們兩個要有心理準備 就是會做你們很 有點不習慣喔 很多的伸展 很多的有氧心肺 開河跳 撥比 開河跑 這種感覺怎麼可能做啊 所以要有兩比三個月 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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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你如果三個月撞的時候 找泰山一起來 賭注 謝謝我們的 好 謝謝教練 還有 謝謝 下一次就是營養師跟菜單 菜單 好 好 請 請 請 找我們營養師去諮詢一下 走吧 主要就是在飲食諮詢之前 會想要知道你們的身體狀況 然後引發低的素質 那這三天的內容 我會根據你們吃的東西再去更改 然後搭配上運動 然後開一份菜單給你們 對 上次我們 我們要先介紹一下 來 大家好 我是定當營養師 對 那我目前是一位運動營養師 那就是有跟很多家健身房合作 所以這次擔任兩位的 專屬營養師 然後 希望這三個月 我們可以 收生成功 我跟你講我們這沒有say的 我沒有刻意的 因為 要拍 所以我就故意 好像吃很少 小鳥味這樣 沒有 自從上次拍完以後啊 我反而放鬆了 你有想說反正再來 可能 要刻難了 所以 我就放手去 吃了 薯條會特別去調味它 就是六七一樣 那個 番茄醬 然後第三天才是蛋糕捲 然後第三天的晚餐是 健康餐盒 欸 怎麼突然點健康餐盒了 我跟你講其實 這個是不正常的 喔 真假的 其實在這個之前的飲食習慣 不是這樣 之前是比較常吃健康餐的嗎 對 我之前幾乎每天都是這個 其中一餐會有這個 而且 我其實一天 之前一天只吃兩餐 嗯嗯嗯嗯 然後肉我一定會再多加一份 但是這是平常版的 其實我最久最久的飲食習慣是 我早上是只有香蕉配乳清一杯 對 那是覺得說我吃很久這種餐 結果覺得好像 沒有那麼有效果 之後 想說要來我才放鬆變成這樣 喔 對要不然正常我是一到五 模式都每天都是一樣的 就是 早餐是一杯700cc的乳清 搭配香蕉一根 就是我的早餐 再來我會在下午的時候 再喝一杯乳清 嗯 然後我就會去運動 運動完了一小時內 我就會用晚餐 那晚餐就是這個 吃健康餐 而且這是常態 就是一到五都是這樣 喔 那六的話我就會稍微放鬆 早餐一樣 可是晚餐我就會外食了 然後禮拜天就是完全都外食了 我現在敘述的這個飲食習慣 大概已經持續了 我覺得有超過三個月以上 將近半年 那我不知道到最後是因為運動量不夠 有氧做太少 或者是說 這樣的飲食方式其實是沒有幫助的 所以其實體重的部分呢 沒有增加 但是也沒有減少 嗯 就維持在那 可是會很明顯就是我會集中在肚子 肚子 對大概就這樣 好 那個之前比較機器人的那個方式啦 就是香蕉加兩吃乳清 下午又兩吃乳清 然後在晚上的健康餐 這個還有晚上肚子餓的時候 再灌乳清 而且我最早乳清其實有加牛奶 後來我全部牛奶都拿掉 我連咖啡的牛奶跟乳清的牛奶 我都把它拿掉 因為我覺得乳清加牛奶好喝很多 先講一下 之前的吃了那麼的乾淨 所以沒有效果的原因在 大家有一個迷思就覺得 我好像如果想要增肌減脂 就是一定要喝乳清 可是其實不是 重點是你的整體的熱量 還有蛋白質的總量 有沒有去搭配到 因為老師你178公分嘛對不對 然後90幾公斤 其實你要吃的熱量 其實應該是比這一個還要再更高 對啊 對那你有點是就是 熱量是降的比較低一點 但營養素吃的不夠的狀況下 其實很難去讓你增肌減脂 然後也沒有能力去幫你做到監製 所以這個飲食的狀況有需要重新調整 然後剛剛有聽到前面的前面三天嘛 你的飲食模式比較像是集中在下午 然後可能到晚上 頂多可能8點之前就會把它吃完 對 感覺自己好像有一點在做168斷型的感覺 那如果是以這樣的飲食模式的話 我也有可能在做調配的時候 還是會按照你這樣的模式去做 時間是差不多的 對 因為主要原因是不想打亂你的生活作息 對 因為我們要配合三個月嘛 對 那你這樣一定會很痛苦 所以就是按照你的生活模式 然後去把營養素加進去到裡面 讓你就是熱量吃得夠 蛋白吃得夠 然後可以應付到你的重訓上面 那這樣子整體搭配起來才會比較好 因為我都聽人家講說 你運動完了一個小時內 用餐是最好 應該說 有很大部分的人都說 可能30分鐘內的肌肉是最好的 但是其實話研究有說 就是30分鐘到兩個小時內 其實都OK的 要這個幫觀眾朋友試移一下說 如果你想要維持體態 是不是真的要吃得這麼硬 我來看他會多硬 我來看他到時候會多硬 好不好 好 那都看得多硬 好 那都看得多硬 對 很硬啦 那一條看我啊 哇塞 很會過生活呢 對啊 那如果要你不要喝啤酒可以嗎 可以嗎 這三個月 拍他特殊不要喝啤酒 在鏡頭面前發毒氣 來來來來來 看著他 看著他 雞雞爛掉都已經沒有得了 雞雞本來就 都已經爛掉了 都怎麼好了啊 你現在這種毒事可以 那我什麼毒事可以發 看你最在意你的人生最在意什麼 你沒有在意的東西 哈哈哈哈 其實要跟大家講到時候那個份量 因為我開給的菜單是開份量為主 就是可能一天你的碳水可以吃幾份 然後或是蛋白質可以吃幾份 然後讓你們自己去選你們要吃食物 通常這樣子家裡的碗這樣一碗飯呢 它就是四份的碳水 那如果是贏你剛剛那個便當有沒有 剛剛那個外面賣的這樣的便當 對 這邊的飯大概是五份 所以你可能可以吃一半 好那再來第二個的話就是這個青菜 這樣子一盤呢它就是一份 這要怎麼算 就是你如果你是便當菜的話 這邊三個的菜加起來 就是對就是這樣子一份 只要是菜就可以了 這樣很難去看的話你就用你的手 一個拳頭就差不多就一份了 以你來說 那如果是蛋白質的話 要怎麼去算它 像豆腐 外面有可能是賣嫩豆腐嗎 皮蛋豆腐那種一塊的 就是兩份的蛋白質 那這個板豆腐這個是一份 對然後另外一個就是看你們 教你們怎麼判斷你們吃的齁 那你們兩位的手都可以把我拿出來 大概這樣子一個手掌 大概就是會是五份的蛋白質 那包含這個厚度喔 就是如果我們今天去外面吃 像是排骨飯好了 排骨大概就是三份 你也去看那種雞腿 有排的它大概也是三份 好那今天就這樣喔 搞定了喔 我們這個case應該是還蠻簡單的吧 不困難 嗯是不會啦 但是兩個睡眠的狀況都比較晚一點 因為睡眠也會去影響到減脂 還有一個是兩位的壓力指數也比較高 那這個也會去影響到減脂 好謝謝非常謝謝我們的 謝謝 再自我介紹一次 我是叮噹營養師 我們到哪裡可以 這個觀眾朋友有沒有到哪裡 這個現在每個人都要有個IG啊 或是Facebook的啊 有IG跟Facebook 然後我自己也有在做Podcast Podcast有上傳到Youtube上 我們叫做白豪下班後 好啦那我們就這個 叫什麼期待一下 期待一下 好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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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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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